那麽說了這麽久 我們又說一些新增的小型工程項目 和另外一些修訂的小型工程項目 那麽這一個就是現有的項目 那麽好像家後老闆那樣 我們就會修訂了入面那個地台密度 那麽這樣做就可以增加大家對選擇物料的彈性 那麽就一如以往我們不同的建築物 它的厚度可以接受到那個家後地台的厚度有不同的 那麽好像這裏張圖那樣 我們住用建築物和非住用建築物 那個可以接受的家後的樓面那個厚度是有不同的 例如3.41這樣住用樓宇單位裏面 那麽視乎那個密度 譬如我們說那個新增的那個密度是高過650千克的話 那麽那個厚度就是25毫米去到100毫米 那麽如果是一些非住用單位3.42的話 就由25毫米去到150毫米 那麽而它原有那個低過650千克那個密度那個 就有些不同了 就由225毫米去到最高200毫米的 那麽另外有關於修緝結構構件的小型工程項目1.17 和2.17 其實呢都作出了修訂的 首先呢小型工程項目2.17呢 是將原有的工程描述的展歷場呢 就改為成重場的 那麽另外我們都加入了檔土構築物 還有呢它的結構組件裏面的呢 的運營土伸出物的 那麽而那個結構組件的運營土伸出物呢 就有個規定的就是 它的厚度呢是不可以超過125毫米 還有它伸出呢是不可以超過150毫米的 那麽一如以往啦 那麽如果你是做一些局部維修的話 即是說不涉及整個樓面要重新重建過啦 或者是你要重新下過石屎的話呢 那麽是可以用這個2.17這個項目的 那麽但是如果你要整個樓面要下過石屎的話呢 那麽你就要考慮呢是小型工程項目1.17了 那麽小型工程項目1.17呢 同樣都是要按原來設計去修緝結構構件的 那麽比起2.17呢 那麽它所包含的呢 就是可以做到一些結構比較複雜 或者高風險的結構構件 那麽同樣呢都是加入了呢 可以包含了結構上面的運營土伸出物的 那麽呢 而它對它的那個運營土伸出物的那個大小呢 就沒有規定的 那麽另外都加入了一個呢 就是可以對那個結構呢 做一個取心的工作啦 那麽但是這個呢 就一定要限於呢 就測試那個運營土的狀況的用途而已 那麽講了 那麽多修緝結構呢 我們講講飛城重外牆啦 那修訂裏面呢 我們都加入了呢 包含了牆的運營土伸出物的 就是好像剛才那個結構構件那樣 是包含了運營土伸出物的 那而伸出物的那個規定厚度呢 就是不超過125毫米啦 還有它伸出外牆呢 是不多過150毫米的 而高一個級別的呢 1.15呢 就是包括了樹設啦 改動啦 拆除啦 或者修緝的 那而修緝和拆除呢 就是包括了它的運營土伸出物的 那麼挖掘工程方面呢 修訂呢就修訂了一些呢 和挖掘有關的小型工程呢 就刪去了一個之前要的要求 就是呢 不可以在這個附表所列的地區 就是第一和第三 就是我們叫的 schedule area number one 和 number three 的地方呢 進行挖掘的 那不過要留意的呢 就是如果在港鐵 因為它有若干路線呢 是在那個鐵路保護區裡面的 那是受到建築物條例 附表五呢 和附表五上面的第三號地區呢 就規管的 那所以呢 那個鐵路保護區裡面 進行的挖掘呢 是需要得到港鐵公司呢 同意才可以進行的 那詳情呢 大家可以參考這個 這個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 及銀土註冊銀土工程師的 作業備考的APP24 又或者是註冊成件商作業備考14 那防護欄障方面呢 小型工程項目的1.6呢 就這次的修訂呢 就涵蓋上樹設這個防護欄障了 那同樣都是不包括 鋼筋混凝土外場 或者是用磚建造的外場的 那我們也都放寬了一些呢 第三級別的裡面呢 就是拆除有關的小型工程的 那裡面呢 其中有一個要求呢 就是距離那個屋頂的邊緣呢 就要多過1.5米 那這個要求呢 我們就刪去了 在這個第三級別小型工程項目的3.2 3.8 3.19 3.32 這些拆除工程項目那裡 就不再需要有這個要求了 就說了這麼多呢 我們說說大家很關心的過渡性安排 那過渡性安排是什麼呢 就是說如果你現在進行一些工程 那怎麼辦呢 其實有以下幾個情況的 首先呢 如果你是按照建築物條例第41 1.3 獲得豁免的建築工程呢 那在修例之前 就是9月1號前 你已經進行著了 那在9月1號或者之後呢 其實你都是繼續視為是一個豁免工程的 就是它不會因為這樣變成了小型工程的 它繼續都是獲得豁免的 那另外一個情況呢 就是它是在9月1號之前呢 其實是我們延行的條例呢 裡面那15項指定豁免工程的 那在修例就是9月1號或者之後呢 就是你在做的工程呢 都仍然是屬於指定豁免工程的 那如果一些呢 現行的小型工程項目呢 那它那個描述呢 是經過今次的修訂呢 作出修例啦 那就是說有一個新的描述啦 那如果現在在9月1號之前 你已經進行著了 那去到9月1號或者之後會是怎樣呢 就會視為一個經過修訂的 小型工程的描述啦 那就是什麼呢 譬如假設你做一個小型工程項目 2.8是窗啦 那在9月1日或者之後 你繼續進行著呢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就會視為一個新的描述 就是新的2.8的描述啦 那還有一個情況呢 就是一些在今次修例之下 廢除了的項目 那剛才Peter都說到了 我們會有9個小型工程項目呢 是會在今次修訂呢 就廢除了的 那如果你在9月1號之前 你是進行著一些廢除了的項目啦 那在9月1號或者之後呢 那根據這個修訂規律裏面的過度性安排呢 就會視為一些更替項目的描述啦 那什麼是更替項目呢 就好像現在這個表這樣 那例如小型工程項目1.13呢 是關於樹設啦 改動天線或者修法器啦 小型工程項目1.18呢 是屬於太陽能的熱水系統啦 小型工程項目1.19 是屬於樹設或者改動太陽能板啦 那1.29呢 就是屬於樹設改動冷氣機的滋成構築物的 那呢 剛才說的那4個小型工程項目呢 都會撥入了 去一個叫做屋宇裝備裝置的小型工程項目1.50裡面的 那有關樹設啦 改動啦 拆除天線或者修法器的第三級別小型工程3.9呢 就會視乎它的工程性質啦 那如果它是拆除的話呢 就會撥入了去3.2啦 那如果是樹設或者改動呢 就會撥入了去3.50的 那小型工程項目3.10呢 就是拆除天線修法器啦 那就會由這個小型工程項目3.2更替的 那有關樹設啦 拆除修緝啦 太陽能熱水系統呢 這樣的現行的第三級別小型工程3.14呢 那又是視乎它的工程性質啦 那如果是拆除的話呢 就撥入去跟替項目3.2啦 那如果是樹設或者改動呢 就會撥入去3.50的 那有關樹設啦 改動啦 拆除 冷氣機滋成構築物啦 就是現在的3.28呢 那又會陪下去 就視乎那個 我們那個工程性質啦 那如果是拆除呢 又是撥入3.2啦 如果是樹設或者改動呢 又是撥入3.50啦 那想借這個機會啦 跟大家講講講呢 就其實呢 今年就很不幸啦 發生了一個工業意外啦 那就事件裡面呢 就造成一死一傷的 那所以呢 在進行工程之前呢 就提醒大家呢 要做一些針對性的風險評估啦 那還有就一定要遵守這個 關於勞工安全啦 或者是建築地盤的安全的規例啦 那另外也要留意 勞工處發出的安全工作系統啦 還有風險評估五部曲的 那最後大家可以留意呢 接下來我們會更新我們屋宇署的網頁啦 那也都會更新呢 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下面的技術指引啦 還有它的一般指引啦 那還有我們都會更新 我們小型工程監管制度的流動應用程式啦 也都會新增一些新的小冊子 以及更新我們現有的小冊子的 那呢 就我們也都會繼續進行這些講座的 那如果大家有關於小型工程的查詢呢 就很歡迎你們給電話123啦 那就會轉介給我們勞處的同事呢 就回覆的 那另外也可以直接電郵給我們 enquiry at bd.gov.hk